当我们仰望夜空时 我们看到了一个无尽的宇宙 充满了数十亿和数万亿的行星和星系 但如果我告诉你 你在天空中看到的几乎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 宇宙中充满了神秘的缝隙合动 连科学家都无法理解 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可以 容纳数十亿太阳的巨大空间缝隙 众所周知的宇宙 宇宙始于宇宙大爆炸 在微小空间中瞬间诞生了数万一个星系 但这些星系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 构成宇宙的大块物质都是空洞 行星和星系之间的缺口 让人大吃一惊的是 80%的宇宙都是由缺口构成的 科学家们称这些空隙为宇宙空洞 令人恐惧 现在宇宙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充满了宇宙空洞 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些空洞 也许你会问这些空洞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它们会存在 1978年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斯蒂芬·格雷格里 和莱尔德·汤普森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 首次发现了这些空洞 他们认为 宇宙的某些部分具有巨大的球形区域 最终宇宙平均密度很低 这意味着这些部分中的空间物体数量较少 例如行星 恒星和星系银河系存在于一个特定的区域 比方说我们自己的侍女座超星系团 它是2000个星系的家园 如果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的星系少于200个 那么与我们自己的超星系群大小相同的球形区域 将被视为一个空洞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最大的三个空洞 KBC空洞 目前天文学家们在宇宙中所观测到的最大的一个空洞 直径已经超过了20亿光年 而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就恰恰位于其中 在2013年的时候 几位天文爱好者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旷宇宙区域 这个空洞被确认后 被以他们三人的名字首字母来进行命名 取名KBC空洞 银河系所在的本星系群 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就位于这个巨大空洞的中央地带 可以说 看起来就好像深处荒漠中心的一片绿洲一样 关于沙漠 很多人都是望而远之的 这是因为沙漠的环境非常恶劣 没有人愿意去沙漠中心生活 也根本没有人相信沙漠的中心会拥有一个绿洲 更何况 对于人们来说 走到沙漠的中心地带 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 在KBC空洞发现后 人们认为之所以 地球长久以来一直免于受到外界的干扰 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外星人的线索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正处于宇宙的荒漠之中 即使真的有外星人 他们对于这个空洞也不会贸然进入的 事项空洞的范围是20亿光年的距离 中途没有任何的星球可以用来进行资源补给 即使外星人的寿命比人类长上很多 并且可以光速飞行 飞跃数亿年的时间来到地球 也是非常不现实的 但是同时 KBC空洞的存在也为地球提供了 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 这使得地球在已存的46亿年里 没有遭到黑洞吞噬 也没有遭受脉冲星等剧烈爆发性天体的冲击 不过基于KBC空洞也让人们产生了 诸多关于地球存在的猜测 有人提出地球位于这个大空洞里 我们或许根本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离开这个空洞 还有更加科幻的猜测 则是认为地球偏远的位置以及空旷的环境 过许是外星生命的流放的 波江做空洞 加纳利群岛天文研究所的研究团队 在进行暗能量研究时 在波江做方向上发现了大面积的空洞区域 那里的物质密度极低 被科学家们定义为超空洞 直径达7亿光年 之前 不少科学家们在宇宙微波背景的观测和研究中 其实早已经发现了冷斑的存在 冷斑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大规模异常区域 这里物质非常稀少 平均温度也明显低于周围的宇宙空间 而此次发现的超空洞 与之前发现的冷斑位置有着比较明显的重叠 但是 按照标准的宇宙学模型 在这么广阔的区域产生如此大的冷斑 似乎不太可能 因此 研究团队换了一种思路 认为这么广阔的空洞区域 之所以会形成 是受到暗能量的作用影响 研究团队认为 当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光子 在通过这片超空洞区域时 必须释放相应的能量 才能通过密度非常低的空间 在通过的过程中 这些光子会受到暗能量的影响 从目前的主流观点看 暗能量是推动宇宙碰撞的驱动力量 它与万有引力以及暗物质之间的作用力正好相反 提供的不是引力而是排斥力 它减缓了最大宇宙结构的形成速度 并在非常大的空间尺度上 使宇宙变得平滑 当光子通过超空洞之后 由于前期释放出了相应的能量 使得携带的总能量降低 从光子的角度看 出现了能量的净损时 相当于光子在穿越前后的光子温度发生了下降 而我们观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时 也是以光子为研究对象获得的 所以冷班就此形成了 通过这项研究 天文学家们或许能够根据超空洞的特征 来推断出宇宙暗能量的某些特性 应用海量数据的解模结果 科学家们推测出波江座中 存在着18亿光年的物质缺乏 这与这一空间区域的可见物质观测结果 是相一致的 至于波江座的超空洞 是否真的由暗能量所形成 目前还缺乏更深入的 更直接的支撑证据 这将是以后宇宙学发展进程中 必须要解决的一个争议问题 宇宙超空洞里面 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还是存在着我们观测不出来的暗物质 亦或是其他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的物质 这些谜团还需要留给时间来印证 木夫座空洞 在1981年 天文学家罗伯特·科什纳基奇团队 在距离地球大约7亿光年的木夫座附近 发现一个巨大的空洞 即木夫座空洞 被称为The Great Nothing 伟大的虚无 当你透过望远镜看向这里 仿佛在一面满目星光中被擦掉了一大块 只剩一片深邃的黑色虚无 极不协调 突兀 木夫座空洞的直径超过3.3亿光年 约占可观测宇宙直径的0.35% 可观测宇宙本身的直径为930亿光年 进一步地观察发现 木夫座空洞包含大约60个星系 考虑到宇宙其他地方星系 之间的平均距离是几百万光年 这种大小的空间区域正常情况下 应包含大约1万个星系 它是如此之大 人们相信如果银河系在这片虚无的中心 那么人类要到1960年代才能发现其他星系的存在 科学家们显然很想知道这样一个不应该存在 异常的空间区域是如何形成的 因为自宇宙大爆炸以来 宇宙还没有足够的时间 成熟到足以膨胀这么大的空洞 木夫座空洞给我们提供了 另一个关于宇宙浩瀚的提醒 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太大了 我们还无法理解 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是一个微小的 微不足道的微观火花 或许当我们掌握了大统一理论时 我们也会明白这片虚无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 关于木夫座空洞形成的原因 以及它为什么如此庞大的猜测还有很多 不过直到如今 科学家们对于这些问题虽说没有停止过研究的脚步 但相关论调还并没有统一 也许只有等到人类科技文明进步到一定水准 才能慢慢揭开木夫座空洞背后的神秘面纱了 我认为我认为这个卡丽 的方法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认为事有空洞